安波普通化足球快逊 2022年1月28日 美国实应萨尔瓦多 周五早上,中北美洲市外赛继续进行 美国主场对阵萨尔瓦多 美国实力强大,而且金铺坐阵主场 面对弱旅萨尔瓦多的挑战,美国取胜问题不大 虽然美国本土踢足球的人体技术不大 但他们的水准绝对不弱 在中北美洲的球队里面,美国更是属于第一档的存在 特别是近年间,美国涌现了不少在欧洲主流联赛效力的球员 比如基斯殿,普列西和沙真奴,达斯等多名球员 特别是前者 被誉为美国队长的他现在效力应超净旅车路是 个人盘带过人技术出众 面对防线不稳的萨尔瓦多,此子有望冲出重为为队友创造更多得分机会 回到正题,美国在经界中北美洲市外赛第三圈小组赛表现出色 八轮踢完,他们积15分排在第二位,期间攻守兼备 此番面对弱旅萨尔瓦多,美国有力全取三分 作为弱旅,萨尔瓦多的实力极其有限,他们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70位 比金帐对手美国要低了59位,双方实力差距明显 再者,萨尔瓦多球员致数同样不高 本次比赛大名单绝大部分的球员都在本国或者北美的联赛效力 他们要想踢出高水准的比赛难度较大 另外,萨尔瓦多在中北美洲市外赛第三圈小组赛发挥不佳 八场只赢下可怜的一场,期间进攻乏力,一共只攻入四球 加上他们最近六次对阵美国一胜难球之余,还要输足四场 此番出征,萨尔瓦多依然无力争胜 感谢你收听完播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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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